我又没哭 XXX 能死 我忘记了拉皮蛋 跟皮蛋 那么不公平 我好像这辈子没办法拿这种 我现在最后的学校练考试 因为我后天已经要去考 真的很难 因为我学了用中文考试 因为我看不懂 所以 看着呢 也很痛苦 因为很多次我从来没看过 一直背一直背 我又是来练车 我后天要考试 不知道这一次我会不会过 但是我希望会 现在要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算好 教练说要开到那个绿色的地方 然后开始又转 所以我只知道开到绿色的地方 如果在路上没有绿色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不会开 这一次听得蛮好 还算是标准 你们看我的距离是完美的 我们的教练教我们一个特别的formula 怎么知道我一到到这个白色的地方 我要转一圈 然后开前面一点点再转半圈 这样子你就不会碰到旁边的这个地方 过了 现在要做S教训 S教训只要算好才不会有问题 大家说是最难的动作 但是我其实觉得很好 我做错误了 你们看我的S教训是这样 我怎么开出去 刚刚直接被扣了 三十分可以回家 可以跟大家说 S教训是最简单的 好 我去联储不乱讲话 我今天第二次来考试 我在旁边 我的同学 我们一起 学生们开车 跟我说 我忘记了带那个三分针 我就在旁边说 你真的本来考试没有带三分针 然后 打开我的钱包 我也没有带去留针 百次来考试没有带去留针 但是他们说好像我可以用 肩包卡 去考 你有没有考过 第二次这个是什么分针 我刚刚是82.5 多做了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过很大学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那么笨 我刚刚通过了 考试我87.5 所以现在我回来了 我的学校 要去考开车的考试 希望这个会通过 我又没过 但是 我刚刚已经去开车 然后已经回来了 我太开心了 我回来了 我忘记了拉皮蛋 跟皮蛋 跟那个什么 跟 忘记了拉皮蛋 跟 拉手车 然后 教练说 拜拜 下次见 我已经回来了 这个为什么那么 那么不公平 我好像这辈子没办法拿驾照 现在是这辈子最紧张的 moment 因为我要去领我的驾照 而且今天是11月17号 本来我8月去学开车 然后我就也要考试 要拿我的驾照 但是我都没有考过 所以我在这边混了半年 再终于可以去拿驾照 我要领我的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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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半年了 半年终于赢得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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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